大家好 我是本場比賽的主持人 我是中國時報教育科文組的主任 我姓郭 郭時成 今天是我們旺旺重視的媒體集團 所主辦的大學院校反媒體壟斷法 辯論賽的第三天的賽程 場場是關鍵 同學們準備也很辛苦 比賽之前 我先介紹一下我們所有的辛苦的工作人員 首先是我們中式的工作夥伴 中式的同學人負責我們全場比賽的錄影轉播 然後賽後會把整個的賽程播在 或整個鋪在我們中天的官網 還有我們中式電子報 另外是我們中國時報行政工作人員 兩位行政工作人員 他們負責我們所有的計分跟計時的工作 比賽之前 先說明一下今天的辯題 今天的辯題跟我們 延續我們的初賽跟副賽的辯題都一樣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應納入網路電信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應納入網路電信 比賽之前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們今天三位辛苦的評審老師 從我的右手邊開始介紹起 首先是明傳廣電系系主任陳光毅陳教授 第二位是台式大大傳所胡宥偉胡教授 第三位是我們明傳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明演員 明教授 接下來讓我介紹雙方的辯士 首先正方中山大學 正一郭廷偉 正二 丁啟祥 正三 莊維杰也是今天的結辯 沒錯 要介紹今天的仿方文化大學 反方一辯 彭修志 反方二辯也是今天的結辯 張凱維 反方三辯 劉維哲 在比賽之前 再次小小叮嚀 因為我們這是全程轉播 所以請在座來賓跟辯士把手機關機 另外特別提醒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比賽已經進行到了第三天 所以這三天陸續來 都有評審在公開的場合 或是在講述評審過程當中 有把他們觀點跟論述 在整個媒體都有公開有曝光過 所以請雙方辯士在 無論是在做工房的時候 不要引述評審的話 因為這樣可能會影響到 評審的心證或對方的猜忌 為了維持我們比賽的公平性 這是額外付出的 那我們今天是採用 心事奧瑞剛志五五四辯論 也就是說聲論 結辯答詢是各五分鐘 然後結辯是四分鐘 那比賽在結束之前一分鐘 我們會想您一想請示範 結束前三十秒會想您兩想請示範 結束時我們會想您三想請示範 時間結束的時候請大家就結束發言 我們比賽將在想您之後一分鐘開始 至於是 請正方一遍上台聲論 請正方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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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性批動的視訊服務的業者 比如說生命電視台 那今天為何 那先性服務到底是什麼呢 先性服務在法規上並沒有明確規定 所以我們認為可以採用歐盟定義 即使經排定之節目 服務可供使用者同時觀看者 為什麼這樣定義呢 因為這樣定義的時候 觀看者它所觀看的內容 它其實與一般的頻道節目相同 它的主動權是掌握在那些廠商的手裡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MOD會有爭議 實際上MOD由於節目內容 以及服務內容皆是透過網路傳輸 所使用的是 所使用的是屬於電線網路技術 所以目前被歸類在電信法的範圍裡面 那但是從技術層面來看 它的確不屬於廣播傳統的廣播電視等等的範圍 但是有用過MOD的人都知道 其實它除了節目差異之外 在傳播方式上與第四台幾乎無異 更謊論網路電視了 它其實就是透過網際網路 去傳播線性節目的視訊頻道 當然應該要歸類為媒體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談論的反媒體壟斷法 它的全稱為廣播電視壟斷防治與多元維護法草案 它其中有個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限制媒體間的聯合 以及合併行為 那為何我們要特地設立一個法律 來定義媒體間的聯合與合併行為呢 因為它並不像公平交易法裡面所規定的水平 或者垂直的整合這麼簡單 而是跨領域的從平面媒體、廣播、無線電視、有線電視 乃至於系統的跨領域整合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它的特殊性是沒有辦法用一般的公平交易法來進行規範的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要把反媒體壟斷法拿出來 納入一個新的法去規範 那我們再回到這些變體網路電視的部分 電視業者它所提供的多媒體服務 多媒體頻道上架的服務 它其實就跟現況下的系統商是極其相似的 那網路電視當它在提供的是線性頻道的時候 其實它與頻道商的作為幾乎無異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它更應該要被納入 它當然應該要被納入 反媒體壟斷法的規範之中 好 那工商時報它其實也有進行 工商時報在2013年的報道也提到 立法院應該要將你希望可以將廣電三法 以及電信法整合成新的匯流三法 所謂匯流三法 是將現有的廣電三法整合成單一的廣電大法 電信法則繼續存在 但是納入一二類電信的規範與管理 另外則將制定匯流法 以納入包括創新 價值應用 內容服務 以及傳輸架構等網路新興業務的規範與管理 那在包括以應應產業發展 以讓產業發展和法規 可以因應日新月益的數位技術 在未來所有的媒體都將納入 一法的管轄之中 形成以服務別進行規範管理的局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當媒體服務不再受限於傳播技術的時候 立法規範也不會再沒收成規 而是從消費端著手 數位匯流不僅僅是未來的趨勢 更是現在可見的改變 在這樣的大環境之下 立法者更以考量極具變動的社會 會將來整合打下良好的法源基礎 立法至於我們應該適時切合社會進步 去進行前瞻性的思考與配套 沉入匯流三法 在制定時考量到了數位匯流帶來的改變 反反媒體混亂法 因應考量媒體傳播跨領域的影響 將新的傳播技術納入規範 才不會陷入守舊的心態 造成法規上的盲點 最終造成市場競爭的傾斜 陷入不公平的競爭 而站在法案起草者的角度 所以謝謝各位 請反方二邊上台質詢 各位好 東方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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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我先跟您方確定兩個部分 就是東方一開始的時候 您要求反方必須要基於現況下 反媒體壟斷法的草案 來做今天的論述 對不對 是 因為您方的現實現立原則 是 好 那第二個部分是東方便 有您方認為這個MOD 或是生命電視台 也就是線性傳播 他們有跟目前系統業者 也就是第四台 他們有同樣的性質 所以您方認為它也應該要納入 那個管制 反媒體 反媒體壟斷管制 今天做個區別 MOD的部分我們認為類似於系統商 那在網路頻道的部分 我們認為它就是類似於頻道商的概念 系統商跟頻道商之間有什麼差別 這很重要 不過沒關係東方便 我們一個個來討論 好 第一個問題是東方便 首先現實現立原則的話 那東方便我問你 現況下有反媒體壟斷法嗎 現況下它是草案階段嗎 對 所以東方便 草案階段的時候 不代表現況下就是反媒體壟斷法 一級我反方我也可以要求 不要反媒體壟斷法對不對 東方便 但是在這個變體之下 其實它仍然是一個草案 那當它已經變成一個 東方便 您方沒有全力去決定 今天反方要站在哪一種資格 東方便 但是在這樣的邏輯之下 我方當然也可以不想要同意 反媒體壟斷法 但這必須是要在反媒體壟斷法成立之後 我們再去進行討論嘛 今天反不反反媒體壟斷法 並不在我們的討論範圍之內 當建議一個法案還沒有通過的時候 如果用現實現地原則來看的時候 我們也應該是認為這法案到底有沒有通過 要不要通過可以做討論的 東方便 我們這樣討論好了 你跟我討論十年前的反媒體壟斷法 有意義嗎 沒有意義 你跟我討論十年後的反媒體壟斷法 也沒有意義 所以我們應該要就這個法規在現況下 是什麼樣的狀態去進行討論 東方便 討論有兩種 一種是我完全不相信這個法律 也有可能是我相信這個法律 可是中間有疑義 那這個地方都是我們反方可以取捨的空間 那我們繼續討論下一個問題 東方便 我來 你們方認為MOD跟MOD 中華電信MOD跟系統上有相同之處 是 對 那它的相同之處在於它的哪個問題 它提供的是節目 它提供的就是頻道上架的符碼 就是比如說我今天是台式 那我要在MOD這個系統上上架 我可能就付了一筆上架費 然後給系統商 然後它就可以 我就可以在MOD上看到台式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要問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MOD這個東西 為什麼會產生媒體壟斷 對 上邊有 所以我們在提為什麼MOD 類似系統上就是這樣的概念 我們並不是說媒體節目上造成壟斷 而是系統商這個東西 你看現況下 是不是大部分的用戶都要用MOD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當大部分的驗戶都要用MOD的時候 當我品質下降 或者是我去進行差異 差異性的收費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去 所以包括線性跟MOD 寗方都是認為 當很多人使用它的時候 它又是個媒體就有必要做管制 對不對 簡單來說是這樣的概念 就你剛剛的論述 是 好 東方便有說 這是寗方今天之所以 要對於這些新興媒體業的管制的理由 因為很多人使用它 東方便有下一個問題 東方便有 我剛剛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的 我們認為它必須要收到管制的理由 是因為它提供的是媒體服務 對 那所以 重點是它提供媒體服務 還是很多人使用它 重點是它提供了媒體服務 所以寗方認為 只要提供媒體服務的人 都要放入反媒體壟斷法 提供了媒體服務 即便它不會壟斷跟不可能壟斷 都沒有 即便它不會壟斷跟不可能壟斷 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再討論 是有可能 都沒有 你先回答我這問題 即便它不會壟斷跟不可能壟斷 您方還是要把它納入反媒體壟斷法 是 好 謝謝 都沒有 都沒有 最後一個問題 都沒有 我們來講一個 另外一個壟斷的定義好了 都沒有 來 都沒有 我問你喔 你知道什麼叫做反托拉斯法嗎 就是反壟斷的條件 對 都沒有你知道我們台灣 我們中華民國有公平委員會 公平交易法這樣的存在嗎 對不對 那都沒有我們來討論一個問題 就是 現在台灣其實是有兩種壟斷的概念 第一種壟斷是 公平交易法的壟斷 公平交易法壟斷的概念就是 今天市場有問題的時候 我們公平會去審核 這個東西對整體經濟利益是好的 的話 那今天如果市場有問題 我們會樂觀其成 那如果對整體經濟是不好 我們會介入控管 OK 那都沒有媒體壟斷的意思是什麼 都沒有你可以看寧方自己的那個 立法理由 他是為了防止言論被統一化 或是單一化的時候維護多元 他會禁止 禁止媒體進行合併的這樣一個商業行為 好 都沒有 所以都沒有 我要問的問題是 都沒有 既然壟斷有這兩種概念的時候 都沒有寧方舉出 MOD是個媒體提供服務 這個時候他就應該被控管 到底是基於商業上面 我們認為應該要公平競爭 還是說他可能會有言論上面壟斷 東方便宜 您方必須先分清楚這一點 是 對 所以東方便宜 請問您方是哪一種 東方便宜 在MOD這個部分 當然他是在商業行為上可能會找到 OK 好 東方便宜來 商業行為上我們剛剛全部討論過 公平會可以處理 所以東方便宜 為什麼您方今天要把這樣的一個問題 納入反面的問題 謝謝東方便宜 請反方一遍上台聲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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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場比賽我方的立場非常的簡單 就是不該有反媒體壟斷這樣的概念 畢竟媒體壟斷如果跟公平交易法 所謂防止產業惡性競爭的產業壟斷相同 那其實不需要在媒體這裡特別的討論 所以必然是壟斷加上媒體出現了與產業壟斷不同之處 我們才有存在的意義 然而什麼叫做產業壟斷 在公平交易法裡面 是對於企業上的惡性競爭 不論是銷價競爭 聯合操弄價格 又或是歧視性的定價 都是透過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之不利益的法理 去決定是否要進行控管 簡而言之就是產業壟斷 國家不一定會介入 而是出現壟斷以後 對於整體的經濟壁大於利的時候才會做出限制 然而反媒體壟斷法 竟然是想用試占試聽或收視率 作為應該進入接管壟斷的標準 就已經知道 媒體壟斷與產業壟斷的概念顯明的是不同的 然而正方口中所謂的媒體壟斷是什麼 不論是901大遊行 或是反媒體壟斷法 五版本的立法理由 都是為了維護媒體上呈現多元意見 然而這樣的出發點根本是多餘的 媒體基於第四權的特性 我們期待它能在政府的體制外 將政府透明且公開讓全民來進行監督 所以 僅以大作為媒體壟斷的標準 就來進行管制 只是凸顯了反媒體壟斷者 對於媒體聲誕根本不了解 首先 我們要討論現況 我們就來看現況底下 媒體是長什麼樣子 首先 電視產業是遙控器的市場 從視聽者到看電視的習近 看到廣告我轉台 看到不想看的我轉台 看到看過的我轉台 看到不公正的我轉台 看到政治立場太明顯太嚴重的我轉台 看到新聞亂報的我轉台 看什麼卡通偶像劇看電影 然後視聽者選擇新聞的標準又是什麼 是以公正客觀獨家 以及有政黨傾向為它的考量 所以媒體產業如果想要用它 擁有的媒體能量去前置 或者是夾帶言論的話 根本是在自討苦吃 所以媒體對於題材的選用 從手上這份的健康紀錄 我們可以知道 這份紀錄是在講每秒鐘 三立 東森 中天 TVBS 民視 他們所播出的所有訊息 另外 這份密密麻麻的表格是什麼 是每15分鐘當地各式台各家的收視率 而且其中還明信了性別年齡層 等等做出交叉比對 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監控 為什麼媒體要那麼激烈的去競爭 這極些微的收視差距 就是因為如果對手台報告的訊息 是自己獨漏或自己漏報的 而流失了收視率 另外在節目製作的高陳優表示 從以前老三台的時代 每天少量的新聞時段 只要播出大量最大最重要的訊息 可是現在是十多個新聞頻道 每天24小時的輪轉 如果不是無遠佛界的新興媒體 例如說YouTube 例如說PTT的話 其實早就沒有新聞可以播報了 所以媒體已經走到 沒有新聞可播的窘境 他們必須要挖更多的新聞報 怎麼可能還會有 哪則新聞我不要報的現象 況且新聞它還有一個特性 就是燒錢 林智英曾經計算過 他一天至少要燒掉一台兵士車 各位想想 一個月將近一億的花費 有誰可以有這樣的能耐 犧牲收視率 犧牲廣告 去換取這瞬間 控制言論的爽感 而且在未來的數位匯流的時代 當我們的行動上網速度 從3G走到了4G 速率至少成長20倍 而類比走向了數位12Hz的頻寬 可以傳輸8個頻道數 再加上改採分組付費的方式 也就是消費者已經不再像現在一樣 使用吃到飽的模式 而是我想看什麼 我就選擇我要看什麼 所以在系統商跟頻道商之間的 拆帳模式之下 你有越多的選項 才能受到消費者的青睞 未來根本不是應該用現在100個頻道 來作為思考 而是膨脹8倍的貨價 如果你可以封鎖哪些節目不上架 你要嘛就是在砍這些消費族群 不然就會讓自己的拆帳更少 不論是MOD 或是被監備取到的第4台系統 根本就不會出現夾殺言論的問題 縱上手術 媒體端所提供的訊息必然多元化 系統端無法也不會控制上架權 根本不會出現多元壟斷的風險 更黃倫固定業務通信法規則60之一 針對分組付費 以無差別上下架的規範 難以想像媒體壟斷會發生 何來的反媒體壟斷的概念 敵人是對方所擔心的中華電視 不是出這最後的一里路 他們仍然是屬於產業壟斷的誇獎 而不是存在反媒體壟斷的誇獎 況且在那個前新聞局長所說 在數位匯流的大未來 通訊傳播媒體之間越來越模糊 媒體將要競爭的是像CNN 像梅多這些國際性的大廠商 過去我們日據被韓劇所壟斷 如果我們再擋住媒體間 相關產業的垂直發展 數位匯流大時代將會是被限縮的中小型媒體 走上絕境的時期 難道這是大家所要的嗎 王老師陳樂結束 請正方三遍上台諮詢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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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樂園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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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mm 甜ENCE 神經病 神經病 Bread 反媒體壟斷法嗎 就是反媒體壟斷這個概念 根本不存在 不存在 所以存不存在 有沒有存在這是另外一回事 今天林方認為 林方認為 好 東方編友我只想問很簡單的問題 林方認為不應該有反媒體壟斷法嗎 對 因為反媒體壟斷本來就不存在 林方怎麼去看待您背後的題目 我方所看待的題目是 東方編友請你念一次林方的題目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應納入網路電信 那林方此反方請問一下 那你們是不是反對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對 納入網路電信 也就是不應納入網路電信這樣的概念 我方 根本上就你告訴你 東方編友我只想要確定 林方的命題 東方編友命題很重要 我正在告訴你 我方理解的題目就是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不應納入網路電信 不應納入網路電信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要把 當反媒體壟斷法 這個草案還在演你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不打算 我正在回答 我已經知道你的回答 好 謝謝 所以東方編友 林方今天已經誤解 林方自己本身的命題 好 有沒有全稱 沒有關係 評審知道 東方編友來 我們想要請教一下 東方編友您認為 壟斷這件事情 在目前的公平交易法 已經有規範的事嗎 是在 對 在產業進行壟斷的時候 東方編友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我想要問一件事情 是 請問 如果 如果現在我們有一個杯子 它是鋼製的 跟它是塑膠製的 請問一下 目前的公平交易法 如何處理它 它都是杯子 對 那如何處理它 它都放在產業裡面 是 它都放在 可能是杯子製造商的 產業範圍裡面 那杯子製造商 是不是 依照這樣的產業別 去進行 進行分類的 請您方待會一直告訴我 公平交易法可以處理 請您方舉任何一個例子 告訴我 鋼製的杯子 跟塑膠製的杯子 它們會被放在一起被討論 而非今天是同類型 鋼製的杯子 所有的廠商進行 市場上面壟斷之後 才會進行到今天 那讓我確定一下 你問這個問題的意思 是 你是不是只想要告訴我們的事 因為如果 當討論到關於媒體 不管是任何的產業 不管是任何的言論 只要出現了壟斷這個詞 我們就應該從 公平交易法裡面拿出來 公平交易法有一個事情很重要 叫做反媒體壟斷 是這樣子嗎 公平有 來 你一直認為我們目前的 媒體壟斷這件事情 好像公平交易法可以處理 不應該其他的法律來處理 來 請您看一下 目前這屬於廣電三法 請問一下這個法律是什麼 有限廣播電視法 好 來 看它第21條是什麼意思 區域 系統經營者不在 欸 等一下 哪裡 它從這邊開始 校航的 對對對 系統經營業者及其關係企業 及直接間接控制之系統經營者 不得有下列情形 對 好 第一個 定戶數合計超過全國總定戶 數值三分之一 二 好 接下來就不用看了 他其實在告訴我們大家 其實目前 你不要偷渡一個概念 你偷渡了一個概念 請讓我方解釋 我方告訴你 我想要請教一件事情 在這裡他們所預防的概念 還是在產業上的壟斷 並不是媒體在多元意見上的維護 請問一下 有限電視廣播法 它到底是媒體的管轄法 它是有廣電三法 我們所收集的 所以它屬於媒體的範疇之內 但是它立法的概念 請問一下 一樣是害怕惡意競爭 請問一下 那為什麼在目前的媒體管轄法律裡面 為什麼還要特別限制一個壟斷的概念存在 一樣是告訴你同一件事情 對 就是在告訴你公平教育法裡面的惡性 等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要告訴我們同一件事情 因為它是在講廣播媒體業者裡面 特殊性嘛 如果出現 特殊在哪裡 它的立法理由 以及所訂立出來的同一個 都是跟公平教育法同一個概念啊 對 對 特殊在哪裡 好 謝謝 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第二件事情 我們先來問你一件事情 是 目前請問一下 如果我國的反媒體壟斷法 它基礎的概念 其實也就是在延伸 今天有限電視廣播法之後 如果您幫沒有任何一個具體的理由 可以告訴我 有限電視廣播法 它這樣立法是錯誤的 那我們今天這樣無法延續 它的立法並沒有錯 它沒有錯嗎 對 所以如果我們 我方可以延續這樣的概念 進行一個壟斷或合併上面的立法 這樣就可以通過嘛 不對 它這樣就有具體的理由了嘛 不對 對方便有 謝謝對方便有 他跟您幫的反而告訴我 你覺得殺人很恐怖 來對方便有 將殺人罪從刑法裡面再拿出來 謝謝 謝謝 再同行指定一下 請您告訴我一下 這是羅蘇蕾底的版本 好 他為什麼要立這個法 好 他說 畫線的嗎 來這裡就好了 好 產業競爭 公平 是不是就是公平交易法所謂的 禁止二行指針 謝謝 對方便有 請正方二便上台聲論 大家好 其實我們今天在這邊我們應該要先信科德一下 反方便在討論這個比賽的時候 用了什麼樣子的概念 其實他今天口口聲聲告訴我們說 壟斷這件事情是不會產生的 我們先來看一則新聞好了 中國時報告訴我們說 NCC擔心電台聲代理的頻道過多 他已經代理18個頻道了 他現在還要再代理兩個頻道 NCC就主要跟他講說 我們怕會有壟斷的嫌疑 麻煩你不要代理好不好 他就去做協商了 我方想要請問的是 請問這個樣子 他代理的頻道過多 在對方的視角裡面 然後他就不是一種壟斷 不是一種弱大的形式嗎 第二個 我方必須要告訴大家的是 剛剛畢永口口聲聲告訴我們說 現行狀況之下 他們唯一的處理方法 就是用公平交易法去處理 可是我們必須要告訴大家的是 這樣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的反方 意思是告訴我們說 因為我們現行狀況之下 公平交易法之後 我們還有再延伸用有線電視廣播法 再去做壟斷的相關定義的相關處理 我們今天的反媒體壟斷法的草案 也是經由這樣的延伸 再去做相關一步進一步的整合的概念 那我方想要請問對方的是 我方必須要承認 有線電視廣播法的立法理由沒有錯 壟斷的概念可以在有線電視廣播法裡面 再做進一步的整合的運用 為什麼我們在反媒體壟斷法裡面 就不能這樣去做運用呢 還請反方今天告訴我們說明 再來我方必須告訴大家的是 有線電視廣播法裡面 它的壟斷整合定義 它怎麼去做應用的 剛剛在我們上述的質詢答辯的 有談到的第21條裡面告訴我們說 它為了避免多媒體的系統經營商 產生壟斷之弊端 為了參佐了國外的案例 特別限制了系統商所能壟斷 所能佔的收視戶 它的訂戶的上限 這其實也是告訴我們是說 其實我們還是害怕 擔心壟斷之產生 可是為什麼我們要用有線電視廣播法 去做相關的應用呢 其實也就是在於是說 媒體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質 它不能用一般的產業去做規範 好 接下來我們讓大家來討論一下 它有什麼樣子的特殊性質 和站在數位匯流時代 它特殊性質竟有什麼樣子的點變 大家今天不知道有沒有想過 其實台灣大科大和台灣固網 這兩間公司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 其實他們都已經被一個 叫做富邦集團的集團所整合 現在他們叫做台灣大電訊 台灣大電訊底下 呈現了有什麼樣子的系列呢 它既然底下有永家樂的地視台的有線電視業者 它同時也有台灣大科大的電信業者 它同時也有台灣固網這樣的固定行動上網的業者 那我們要問的是 請問這樣子他們跨足的各個產業 用不同的媒介提供了相同的服務 在公平交易法裡面 它究竟要怎麼去判斷它是否會壟斷呢 我們要談的概念很簡單 公平交易法裡面所規範的壟斷的概念 其實是看單一產業 有的就是說油價和油價 油的市場油的市場 還有那個鋼鐵的市場和鋼鐵的市場 這樣子的判斷方式去決定 它是否有所謂的壟斷或獨佔之行為 它在特定市場之 在公平交易法裡面有明白寫到 它在特定市場 該企業佔了該市場的幾分之幾 它才固定成為獨佔或壟斷之行為 那我方想要請問的是 當今天數位匯流時代的當下 我們所能擁有的東西 所能呈現的服務 它已經跨足了不同的企業 我們用手機 能用網路 能用電視 能用MOD 看到同樣一個頻道的當下 我方想請問 這些頻道難道都是假的嗎 這些提供服務難道都是不正確的嗎 其實他們都是正確的也都是真的 可是它已經跨足了各種不同的產業 去呈現這樣的服務的時候 我們如果還要使用公平交易法 去做上面的相關規範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去刻意的認定說 這個市場和這個市場之間的比例 應該要怎麼去做整合 我們唯一能做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以它媒體服務的提供 來看待這件事情 是否為在市場上的壟斷 我們最後不能是以產業別來去看待 而是以服務的方式來去看待 如果對方畢友沒有辦法告訴我說 在跨足產業的情況之下 怎麼去做另外的整合 和它壟斷上面的防治的話 而如果也是像我方使用服務別去判斷的話 那在這個樣子 其實與我方的法民統的辦法 他的立法理由幾乎二億 都應該被同等大會來判斷才對 那我方必須要告訴大家的是 我方必須要再告訴大家的是 現在的情形狀況之下 MOD和網路頻道 它的呈現方式是怎麼樣 其實MOD打開電視 它打開那個頻道 選擇它的電視服務之後 我們就可以發現 它現行狀況之下 它是可以公開到三立 Discovery和很多很多的電視台 還有電影台 那地視台的時候 打開的時候 它也是呈現相同的模式 我們也可以看Discovery和三立 請問這個樣子 難道就不是提供媒體服務 當然它的媒體服務就是假的嗎 再來我們看網路頻道 網路頻道它呈現的方式是怎麼樣 其實它是有一個節目表 它有固定的節目播出 它自己製作或是跟別人買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不能選擇 我們只能看 我們只能看它那個 往下播的樣子 我沒辦法選擇 因為它是一個線性播放的頻道 所以如果我方一遍所講的 它的內容掌握權是在廠商手上 那在這個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方想要問的是 這樣子的播放方式 我沒辦法選擇 難道它就不是媒體嗎 難道它播出的內容和節目 都是假的嗎 還請今天反方來告訴我們為什麼 請反方三遍上台質詢 請反方三遍 請很好 請問一下7-11對你來說算是什麼 他是一個便利商店 對不對 對方便用,請問一下你知道7-11賣什麼嗎 他是一個便利商店我跟你講, Brown 賣什麼嘛 賣很多嘛,吃得嘛,用得嘛,食衣住行 基本上幾乎全包的對不對 對不對對方便用,那對你而言 為什麼是說English店,為什麼不會是成藝商 為什麼不會是一個飲料碳 二方便用,其實在同樣的相等概念裡面 其實你不知道 它其實 presented in there 他賣出的商品有問題的時候 他都連同製造商商商,同等被看待 對方便用,我的意思是 為什麼在2100的情況底下 你不把他當麵包店看 你不把他當飲料攤看 而在MOD的情況底下 你要把他當媒體店看 東方便宏來 東方便宏請容我解釋 我方告訴你 其實在相關他辦出這個麵包服務的時候 當他出了問題 他們應該是被連帶可以受法律責任的 連帶法律責任跟他們是不是 來來來來 連帶的法律責任跟他是不是犯 他們是不是同一個產業是兩回事吧 東方便宏我們要講的是 他們提供的是同樣的賣麵包 東方便宏來來來 所以他們這是兩回事 他們是不是同一個產業是兩回事 對不對 對對對 對嘛 所以他是個供應平台 或者是他是個供應商 這是兩回事對吧 沒錯沒錯 所以東方便宏來 MOD是供應商還是一個平台 東方便宏他在現行狀況之下 是一個提供頻道的一個平台 所以他是平台對不對 所以他是不是供應商 這還要在商議對吧 好沒關係東方便宏 我們進行下 東方便宏我方告訴你也是 他和供應商所做任何一個模式 都無惡意啊 東方便宏 他是一個平台是你剛剛告訴我的 你現在告訴我 跟他跟他 東方便宏我方 這樣講好了 你告訴我 MOD是一個平台 他是不是媒體 我們得再討論嘛 對不對 東方便宏不對 您告訴我的概念 其實就像您剛剛所說的 7-11跟麵包店 同時出問題的時候 要同時受罰 這樣的概念吧 東方便宏不對 東方便宏我方已經告訴過你也是 他這個平台的概念 其實在現行狀況之下 有限電視廣播放裡面 都已經做規定 東方便宏我方這邊有立法 我聽給你聽好了 他這邊告訴我說 他本法新增 為什麼他不能系統倉要壟斷 因為他避免多媒體系統倉所產生的壟斷 壁端 原餐外國的法例 這設立的那個限制扣張條款 限制扣張條款 所以東方便宏來 我問你喔 您害怕的壟斷 在現狀底下能不能夠解決 東方便宏你方這個問題 不清楚 我們太知道你想要談 東方便宏來 這些法條所訂定的壟斷 其實都是市場的壟斷 就是所謂的商業的壟斷 對不對 東方便宏這是商業的壟斷 對沒錯吧 在現狀 東方便宏來 我們現在所提的每一條法律 都是現狀 請問這個商業的壟斷 在現狀底下能不能解決 東方便宏我方直接回應你 東方便宏其實我們現在談的 媒體服務這樣的性質 它已經不是所謂的單一市場 東方便宏來來來 東方便宏是不是單一市場 待會再說 我問你現在在發生商業的壟斷 這個概念在現狀下能不能解決 東方便宏我方要告訴你 東方便宏現在法條訂這麼多 您方的法條也是這麼訂的 可以解決對吧 東方便宏我方要告訴你 在媒體服務之下 它的整合 東方便宏好 那我們來討論 東方便宏來來來來 我們來討論媒體服務 跟一般的這種商業服務 差別在哪裡 東方便宏它就是因為沒有差別 可是我們卻沒有辦法管理 東方便宏來 為什麼沒有差別卻沒有辦法管理 這是您方要告訴我 您方剛剛只有告訴我說 水平 他們是水平結合跟垂直整合 這個部分我們沒有辦法處理 你們沒有告訴我 為什麼沒辦法處理 東方便宏再重處申訴一次 重複再講一次 我們在做 我們現在 我已經告訴你說 在台灣大電線這樣的公司底下 它從此有電信 有手機 還有手線電視 這就是一般的垂直整合 東方便宏我哪裡跟它不一樣 東方便宏他們是跨足不同產業 東方便宏 木牛廠 它是序幕業 我7-11 它是服務業 這兩個整合 從源頭跟我的上下游整合 這就是水平整合 東方便宏哪裡不一樣 東方便宏不對喔 東方便宏它是以服務類型的方式來追究 東方便宏那請你告訴我 不是法律責任 請你告訴我 這是哪一個不是上下游的概念 東方便宏我幫他談的這東西是 他已經跳脫上游的概念 那請你告訴我 他怎麼跳脫上下游的概念 媒體是供應商 平台是系統商 這不就是上下游的概念嗎 東方便宏他的媒介已經不一樣了 東方便宏 好 請你告訴我 媒介不一樣差別在哪裡 東方便宏行動電訊是用電信法去做規範 那有線電視廣播法是規定定制裁 東方便宏 東方便宏也告訴我 他會匯流成匯流法嗎 東方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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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要聽哪一個部份 東方便宏 我還是不理解 頻道商是平台 媒體是系統 媒體是系統 雙方便宏停止發言 西方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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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臺深論 各位好 從比賽到這邊 我們必須要一步一步的來看 對方便宏今天誤解哪些事情 第一個 我們從對方便宏深論 最開始剛剛所說的一件事 他苛責我們反方 他苛責我們反方說 我們今天不能站在反媒體壟斷的立場 可是對方便宏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對方便宏自己上來告訴我們說 現實現地的概念 現實現地的概念是什麼 現實現地的概念是我們站在 現在這個地方所有未知的東西 我們都不能下任何的定論 他會認為他接下來會變成怎麼樣 或是他過去一定是什麼樣子 所以對方便宏當一個法案 他還沒有通過立法 他還是草案的時候 甚至有五個版本的時候 這時候對方便宏告訴我說 我應該按照某一個版本來討論這事情 或是我要相信這所有的版本 這就是對方便宏犯了一個非常大的邏輯上面的錯誤 第二個部分是 對方便宏今天再跟我們討論一個東西是 對方便宏告訴我們說 我現在媒體裡面 媒體的法律裡面 我就規定壟斷這一回事 那是不是說這就這麼反媒體壟斷呢 都沒有這個概念完全誤解壟斷 我們先說壟斷有什麼 陳如我剛剛質詢的時候有說 壟斷分成兩種在我們台灣社會 第一種叫做一般的壟斷 商業性的壟斷 當今天發生 如果發生商業的不正當的競爭行為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我們公平會不會有介入調查 看這個東西是不是 整體競爭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 如果不是我們介入 如果是我們樂觀其成 第二種就是現在大家吵得沸沸揚揚 而我方根本不相信有這種事情的媒體壟斷 媒體壟斷是什麼 當我們害怕一個媒體的時候 當它可能是四三綠 可能是收視力 不管我不知道對方便宏今天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模式 就是來做大的這個定義 在不管這哪一個定義的時候 我強制要求它不准做合併 不准做統合的一個動作 那我方就必須要說 你要分清楚你今天討論是什麼 所以我們要來看一下 多庸便宏今天所提的草案 每一個都在告訴我們什麼 每一個都在告訴我們說 它是為了防止言論議員化 它是為了維護多元 所以在這個時候 多庸便宏跟我們討論的立法目的不同的時候 即便你今天放在廣電法裡面 你發現它是在解決壟斷的時候 但你去認真看它的條文 你才知道它是為了要防止什麼問題 比如說我方剛才不斷的舉出 它舉出了同一條法律 去跟對方便宏去爭執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限制這個是為了怕惡性的商業競爭 不是說你所有法條放在媒體的法條裡面 這個東西就告訴我說 這就是一個媒體壟斷的概念 所以多庸便宏今天不要一直用商業競爭的東西 來偷渡媒體壟斷的概念 再來多庸便宏今天對網路電信的定義 也是相當模糊的 為什麼 多庸便宏不斷告訴我們MOD 不斷告訴我們線性的一個媒體的一個部分 可是問題是多庸便宏沒有把它這個東西 跟網路電信這個名詞做一個明確的連結 會不會我方是恐懼 會不會我們討論半天 結果這東西不是電信媒體 多庸便宏又要討論它的壟斷問題 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所以多庸便宏必須在這個地方有更積極的作為 而且其實說實在的 你們多庸便宏如果我們用這個方式來推 來推論多庸便宏的論點的話 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多庸便宏您方要討論的 不就是這個網路電信媒體的提供商 網路電信媒體的業者嗎 中華電信 亞太 微寶等等的 這些台灣大哥 這些業者 所以多庸便宏其實今天這個題目 多庸便宏真的想跟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多庸便宏真的想跟我們討論的是 我今天要不要把網路電信業 看作是一種有影響力的產業 如果是 那麼它就不可以跟媒體結合 如果不是 那它就可以跟媒體結合 這是多庸便宏今天真命題 想要跟我們大家討論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們必須認真來考量一件事情是 多庸便宏你到底有沒有把媒體的概念搞清楚 我幫今天數位匯流 為什麼數位匯流會合為一體 就是因為數位匯流它發現一件事 未來媒體全部被合併起來 系統也會被合併起來 變得無法去分辨 所以它直接把它分成媒體端 系統端 那在這個時候 你要知道網路這個概念 到底是放在媒體端的概念 還是系統端的概念 放進去做討論的 多庸便宏 網路不就是寧方不斷的去論證的 跟第四台一樣 它是一個系統嗎 多庸便宏 網路如果是一個系統的時候 寧方不一開始一變 還深入 我都還沒有忘記你告訴我說 如果是垂直整合的時候 本來就是應該是公平交易法裡面 該管的一個部分 寧方從一變就贊同我方的論述的時候 為什麼到後面的時候 寧方又把它推論是一種合併 是一種壟斷 多庸便宏 不要忘了 我方一變深論也講了很多東西 它告訴你什麼 多庸便宏 媒體合併的 媒體垂直的整合 那是未來我們要面對國際化的時候 必須要去做的事情 謝謝各位 請停止發言 請正方一變上台諮詢 問候在談各位 方便宏你好 方便宏我方想先請問你第一個問題 我國因設立反媒體壟斷法 跟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 這兩個變體一不一樣 他當我們今天前面的反媒體壟斷 都認為是錯的時候 他可能會是同一個變體的概念 我方問題是精準的 請問你 我很精準的回答你 如果今天他們兩個 反方設定的論點一樣的時候 他們可能用同樣論述 達成一樣效果 所以您方認為這兩個變體 它是一樣的 應該要與完全相同的方式進行變成嗎 今天第二個變體 他可以讓反方有更多操作空間 他可以同意 他可以不同意 反方沒有這個操作空間 我們進行下一個問題 對方便宏您方知道系統商是什麼東西嗎 對方便宏我知道 對方便宏請解釋一下 比如說第四台媒體供應商 它上下架的 MOD也是 網路也是 線信頻道也是 我們來看一下 有線廣播電視法第18條 謝謝對方便宏 它是不是有規定 系統經營者之組織 比如說規定不可以直接經營 外國人不可以直接持有 或者是60% 或者是系統經營者已發行股份20% 所以對方便宏 對方便宏你念這個法條 跟系統的定義有什麼關係 對方便宏 你告訴我說系統不可以由誰經營 對方便宏 對方便宏請聽一下我發問 對方便宏 對方便宏 所以在現況下 有線電視法裡面 是不是有規範第四台的系統商 有線電視台有規範第四台 有線電視廣播法裡面 對嗎 對方便宏 我們今天MOD 它也是提供頻道上下架 那為什麼它跟系統商的作為幾乎沒有不同 那為什麼它不算系統商呢 對 就是它這樣的一個規定 系統商如果在壟斷上面規定 它是一個商業上面壟斷的規範 不得列入前條獨佔事業認定範圍 第一個是事業在特定市場 佔有率達二分之一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有線電視廣播法裡面所規範的 第21條它寫 系統基因 超過統一行政區域 這邊 超過全國系統基因者總加數三分之一 它認為這樣子的 在公平交易法裡面 它所規定的是 事業在特定區域不得達二分之一 但是 我們在有線電視法裡面 特別規定 廣播 這些媒體失業 它的獨佔不得超過三分之一 對方便宜您方知道這件事情嗎 所以對方便宜為什麼我們要 把它脫離出公平交易法 另外聽聽您方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公平交易法規定的 它是一個商業性壟斷的概念 商業性壟斷的概念 可不可以在廣播電視媒體法 體現成為一個條文 可以 所以對方便宜我今天才會跟你說 您方不要認為 只要寫壟斷就是媒體壟斷 好對方便宜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21條它的立法原因 它會避免多系統經營模式 產生壟斷壁端 原參著外國法 法力增多系統經營限制擴張條款 很明顯 對方便宜 對 這一個法條最明顯就在這邊 它為了怕害怕多系統經營模式產生壟斷壁端 實實在在的商業壟斷的問題 對方便宜我當然要問另外一個問題 您方認為廣播跟電視還有廣播有線電視無線電視 它算不算是同一種產業 廣播電視不好意思 廣播有線電視無線電視和平面媒體 他們算不算是同一種產業 未來在數位匯流整合的時候 他們會變成媒體產業 沒有錯 好先話一下它不是同一種產業嗎 對不對 我說未來它是 那現在它也是媒體 好對方便宜請您方回答我 我方問你它現在是不是 它現在是喔 它現在是不是同一種產業 不好意思 對方便宜現在在沒有辦法數位匯流的時候 它會有個別的產業競爭的一個環境 好對方便宜 有線電視跟平面媒體 但是一個小地方新聞 它只能擁有單一的平面媒體的時候 您方認為他們雙方的競爭立場是相同的嗎 對方便宜 剛剛一個 對方便宜 我是想請問您一方這樣的問題 您方認為這兩家不同的媒體公司 他們的競爭立場是相同的嗎 他們的競爭資源是相同的嗎 對方便宜 你要先了解什麼叫垂直整合 對方便宜 你剛剛跟我講的那個例子 對方便宜 我方並沒有在跟您討論垂直整合問題 我只想問 對方便宜 如果你剛剛舉的例子是垂直整合的時候 這時候用風評教育法就可以管了 所以我要釐清 對方便宜 這件事情它並不是垂直整合 我們現在已經 我們現在你剛剛也已經承認 現況它是不同的產業 那當它擁有這些東西之後 我說它有不同的競爭 但是不代表說 他們未來不是媒體產業 不是同一個產業 對方便宜 我們只想問 在公平教育法裡面 它是不是規範同一個產業類別 去進行比較 它是規範同一個產業類別 垂直還有同一個產業類別 都有啊 兩邊都有 對方便宜 在現況下 它並不是同一個產業的情況之下 您方要怎麼樣去規範 這樣不公平的競爭行為呢 它不是同一個產業之後 他們互相 那請問不公平的 好 謝謝對方便宜 問候在場的各位 首先我們在這裡深論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回顧一下命題 我們今天的命題不是我國 我應設立反媒體壟斷法 而是今天我國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應納入網路電信 今天所有討論主軸 應該在於網路電信 應不應該被納入 今天何提與否 如同今天反方所講的 今天我們就交給裁判來審理 這一點我是必須要先提醒裁判的 再來我們今天 今天反方概念裡面很簡單 到底有沒有壟斷的可能 我告訴大家其實有壟斷的可能 怎麼叫有壟斷的可能 目前的MOD多媒體 傳輸內容 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 只有兩家淨合者 它的確存在壟斷的可能 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反方認為 他們目前的現狀可以處理 待會請反方告訴我 他怎麼處理 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無法處理 是不是應該要延續 有線電視廣播法它的立法概念 往下延伸 把多種媒體 甚至特殊的媒體模式把它放在一個特別 特殊法的方法來管理 跟限制 這才是我們今天要去討論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今天設立的基礎概念 而在這樣概念裡面 我們認為網路跟電信號 其特殊性 所以才應該要納入 這是我們正方所有的邏輯概念 是這個樣子的 好 我們來看 今天 剛剛反方其實舉了一個 很有趣的例子 到底7-11 到底是不是一個 產品的供應商 其實我方要告訴他 我要糾正的概念 嚴格講起來 它只不過是一個通路商 7-11 它跟 它跟所謂的 家樂福等等 全家 具體它就叫通路商 通路商 它並不是一個供應商的概念 它上下垂直整合的過程裡面 它可以去討論 到底是怎麼樣 怎麼樣垂直整合 在媒體業的垂直整合是 從節目製造商 到賣給了哪個頻道 到頻道代理商 到了系統商 到我們收視戶 這整體而言 它是一個垂直的概念 什麼叫水平的概念 水平的概念是在 例如說第四台系統商 彼此競爭過程裡面 它這樣彼此的去算計 彼此的去聯合壟斷 聯合行為 它是一種壟斷的行為 這我們是 在公平交易法裡面 它或許可以處理 但是我方看到一件事情 媒體已經不是這個樣子了 媒體是什麼 今天我方二變其實已經告訴大家 以台灣大寬頻而言 它可以有手機用戶 它可以有網路用戶 它可以有第四台用戶 甚至它今天已經提供了 網頁上面的多媒體 多媒體的一個資訊給我們大家 請問一下 在不同類別的產業裡面 它如何去限制它這樣的狀況 但是它在做同樣的一件事情 假設 我們先假設 今天中國時報 今天往往忠實辦了這場比賽 它的資訊透過台灣大寬頻去傳輸 請問一下 傳輸內容是一致的時候 它怎麼去告訴大家 手機上面看到不是 在電視上面看到是 可能在網頁上面看到不是 這樣它到底怎麼去類別 它怎麼去分析跟怎麼去判斷 這是反方間應該要去處理 告訴我們大家 它如何去反對我們的 再來我們來看一件事情 到底它的特殊性存在於哪裡 今天我們看到的 今天剛剛我所講的 通路商的概念 以7-11而言 今天我可以隨隨便便 花個一千塊 然後去成立一個小店鋪 我去買了什麼東西回來 我或者我跟誰簽訂了合約 他把我的東西拿來這裡賣 但是媒體可以嗎 媒體我們看到的是 它開始逐漸變成一個 龐大的資本型的企業 這不是一個隨便一個人可以進入的 而且在網路以及電信過程裡面 更是這個樣子 以中華電信而言 它目前全台灣幾乎已經 它每年需要花那麼多錢去鋪設它的光纖 以及它的通訊網路 它已經達到數百億甚至數千億的規模 這樣不是一個隨便 我可以想要進入市場就可以進入市場的 壟斷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 如果今天是自願性的 它變成自然性的壟斷 當然我們不能去處理它 但是如果這樣子一個高資本的限制 而且它已經曾經這種特許的模式了 那我們去限制它才有真實的意義跟價值存在 好 我方還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反方一再的任務 反方 我應該要提醒反方一件事情 其實在奧瑞岡市辯論裡面 正方是有所謂的強制認可權的 也就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今天我方如何定義電信 它就應該要如何跟我討論電信 它可以來挑戰我的定義 我方如何定義網路 它就必須來挑戰我如何定義網路 如果您一再不認為我們今天已經做了這件事情 我可以再把我方一遍稿的內容 其實再唸一次給大家聽喔 其實在我們 不好意思等我一下下 我方一遍稿的內容其實很簡單 電信業者我方對此定義是界定 界定為經營多媒體內容傳輸平台是電信業者 例如說MOD 二 網路業者 在此我方界定為網路上提供線信頻道是視訊服務者 何謂線信服務頻道呢 在法規內沒有具體的說明 我方是引用歐盟的線信頻道規定 線信頻道概念是什麼 線信頻道是 你自己可以選擇看跟不看 你沒有其他選擇權 謝謝大家 請反方一遍上台資訊 對方朋友你好 你好 我們比賽到這裡 那我們進行一些比較大規模 大範圍的一點討論 是 那我想請問對方一下 你方也有提到 我方也有提到 在未來是一個數位匯流化的概念 那可不可以請你方告訴我們 當你們認為說 就算是數位匯流以後 媒體間 你們所定義的網路媒體 例如說MOD那些等等的 他們可能會有壟斷的風險 然後禁止他們做垂直上的水平的垂直的整合 對方便有 好我可以回答了嗎 等一下 這裡哪裡有講錯嗎 剛便有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情 什麼叫數位匯流 數位匯流 如果您用心的去體會之後 你會發現到 它會告訴你 手機上面的東西 可以看到 可以跟電視一樣 你放心 我方都了解 這個東西總體而言才叫數位匯流 我方都了解 它掛服務 掛產業 這就是目前我們在推動的數位匯流真實內涵 對 那 不要誤會這件事情 兩者的定義是一樣的 你放心 剛便有 我覺得您方今天在曲解它 好 那先聽完我的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所以在你方網路電信 到了最後以後 到了數位匯流以後 你們依然認為 媒體不應該有垂直間的整合 對不對 剛便有 它不是垂直間整合 好 就這個問題 我們再來進行討論 是 7-11的例子還沒有結束 是 對方便有 你說它是一個通路商 是 請問通路商是什麼意思 通路商 它就是所有的東西 可以透過這個平台來販售 請問它不是系統業者是什麼 它不是系統業者 系統業者必須要跟頻道代理商 簽訂合約之後 它的東西可以上架 所以7-11 不需要跟它的上游廠商簽訂合約 它就可以上架 是嗎 方便有 方便有 今天在決定討論的過程裡面 它是完全不一致的 為什麼不一致 通路商 我今天主要 我是在扮演這個平台來賺錢 沒錯 但是今天你告訴我 第四台或者MOD 你們剛剛一直告訴我 它是拆帳 它怎麼去拆帳 它可能透過它的市占率去拆帳 再者我剛剛有提到 第二點 拆帳的模式 就是一種商業的模式 先等我一下 先等我一下 先等我的問題問完 可以嗎 你不讓我回答我 不好意思 因為你的回答中間 我們要釐清一個概念 是 拆帳的方式 就是一種商業性的一種 定價的方式 7-11 他對於你可口可樂 那麼好的一個商品 我要不要 降低一點成本 讓你來上我的家 方便有 在目前的媒體規定上面 在目前的媒體規定上面 讓我問完 讓我問完 在MOD這個平台 好的頻道 好收視的頻道 我會不會希望 你能夠上我這個平台 方便有請告訴我 會不會 方便有 就是希望告訴你 未來不會有差別定價 不能有差別定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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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方在一變的時候 我方在一變的時候 就已經告訴過你 最終的收視戶 會影響到他最終的財賬 到數位匯流之後 而今天媒體 他的資本投入越來越大 你今天要進入市場 是很難的 所以他不能如同於7-11 進行類比 那麼回過頭來 我們的問題 好 我最後再問你 對方便有 在你方的現況底下 你們告訴我們 為了怕媒體不要再變大 為了讓媒體 不要再壟斷這個市場 媒體可以變大 我方沒有告訴你 媒體不可以變大 媒體可以變大 那你禁止他們的垂直整合 他要如何變大 怎麼叫合情合理 請你方解釋 方便有 如果今天旺旺中時 節目做得好 大家願意收看 不會被反媒體壟斷法來處理 但是如果今天旺旺中時 節目做不好 因為狹帶的充... 充足了資本 我要買下哪幾個頻道 停 對方便有 我了解你的意思了 我終於了解你方的意思了 我方在一變聲論的時候 就已經告訴過你 這個市場叫做 閱聽者收視市場 如果你報的報導 叫做誇大不實 叫做有鮮明政治異常 叫做有限定的特定言論的話 我直接轉台 請告訴我 你壟斷了什麼 對方便有 我方剛提醒過您 NCC為什麼叫 E電視不可以再接那兩個頻道 因為它很大 因為它已經大到100個頻道裡面 你已經只剩下 只剩下80%可以選擇 20%都是我的系統 請告訴我 現況底下我們有幾個頻道 沒有上架的喔 對方便有 沒有上架的喔 我是問你 你來看我一下嘛 不要這樣子 對方便有他代理18個頻道裡面有6個新聞頻道 目前的新聞頻道 從50台到58台 他總共代理了多少台 你告訴我 很抱歉對方便有 可能今天大家都有一點火氣 那請讓我把問題問完 我可以回答完好了 好 總共代理了8分之6的新聞頻道 我不是問你練台聲 我是問你 先讓你一下有258個頻道 卻只有100多個有線電視的頻道 所以我能不能上架 是不是因為被夾掉 或者被人家排擠 我們不知道 好 對方便有 你方要講練台 好 謝謝對方便有 請反方三變上台聲論 好 這些 今天 說 好 大家 再 說 爲 快 這 大家都 補 10到58台他就擁有了代理六個頻道 TPBS應該不是練台生代理的吧 中時應該也不是他代理的吧 東森應該也不是他代理的吧 光現在就三家了 所以他方的意思 他六台不代表這六台通通都有上架 這是問題之一 第二個 他方今天這場比賽一直告訴我們 就是我們應該要怎麼樣去討論這場比賽 但是他方不要忘記了 今天反方所站的立場其實說實在說穿了 其實就是現狀 現狀到底有沒有反媒體壟斷法 其實沒有 好他如果說他方如果說 我們必須要在反媒體壟斷法的草案底下討論 請問我方到底要依照哪一個版本 為什麼我方如果要討論要依照哪一個版本 行政院版本為什麼要用行政院版本 為什麼要用國民黨立委版本 為什麼要用其他人的版本 他方並沒有辦法給我一個合理的說明 所以事實上這點對於反方來說 是具有操作空間的 如果反方在這一點上想要 以反反媒體壟斷法 其實這也是允許的操作之一 第二個 對方便有他談到了MOD 我們先來看一下 MOD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 MOD其實說實在 現在就是中華電信所推出的一個服務嘛對不對 那在這個服務上面 這個服務他們他方說 這是中華電信壟斷了這個市場 我們來回想一下 這是不是一個未來將要進行的技術升級 但目前台灣有誰有這樣的技術 對方便有不好意思 只有中華電信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先行做了 推出這樣子的這個服務 那在這個市場 我們充其量只能說 中華電信他偷跑 也或者是中華電信他是先驅 未來一定會有更多更多的市場 而更多更多的業者看中了這塊市場 進而投入這塊市場去做競爭 對方便有怎麼能跟我們說一個 先行做這件事情的業者 他是壟斷市場呢 再舉個例子來說 蘋果iPhone是應該是第一支智慧型手機 沒錯吧 那我們在當大家都在拿iPhone的時候 我們說iPhone壟斷 當大家都還不做智慧型手機的時候 我們說iPhone壟斷了智慧型手機市場 這樣合理嗎 再來下一個部分 我們要處理的點是 關於對方便有講 垂直整合跟水平整合 能不能處理現在他們所擔憂的事情 其實說穿了啦 他說台灣大寬頻 他們涵蓋了很多種電信業務在裡頭 所以他們認為這樣子的概念 是沒有辦法在現狀的 公平交易法裡面處理的 那我們回想一下 台灣大寬頻所擁有的那些業務是什麼 可能是寬頻 可能是手機電信 可能是網路 這些等等的東西 這不就是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 這不就是在現在所制定的 廣電三法裡頭的東西嗎 那為什麼他說 這個是我們現行的法令 沒有辦法去處理的呢 那再者今天我們在討論 是不是壟斷的時候 我方引用了公平交易法 而他方引用了這個有限電視 有限電視法裡面的內容來告訴我們 雙方對於就是現狀下 其實說穿了就是現狀下 現狀下對於壟斷都有定義 都有去限制 都有去處理都有去禁止 那到底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他要他方要把這樣子的概念 從現行的法令裡面抽出來 另一個專法 而我方 我方其實不明白的事情在這裡 他方的疑慮在現狀底下 其實都可以被解決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設立一個 反媒體壟斷法來處理這個東西呢 更何況在未來的時代啊 是個數位匯流時代 他方被我最後所講的很清楚 這是數位匯流時代 也就是說我哪一天我在捷運上無聊 我也可以用手機看電視 對在面臨到這樣的時代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們媒體要運作 需要的是什麼 有沒有錢啊 我方再再的告訴大家 公平交易法裡面有一塊是說什麼 整體經濟利益大於限制競爭不利益的時候 我們可以允許它存在 也就是說當這一個技術 可以為台灣的經濟帶來莫大的利益的時候 我們可以忽視它壟斷市場這一件避害的 所以換而言之 我們就算今天真的是壟斷市場好的 它能夠為台灣帶來將來的經濟發展 前新聞局局長就曾經說過 這個媒體產業在台灣會是一個兆元產業啊 那基於這樣的理由我們認為 不應該有反媒體統端法 謝謝各位 請正方二變上台諮詢 來東方便我先請教你一個概念好嗎 請問東方便我方想請問你 有線電視廣播法和公平交易法 它規範的壟斷的定義不一樣 嗯可能不一樣 東方便我告訴你它就是不一樣好了 東方便你方知道 有線電視廣播法為什麼規範的定義不一樣嗎 東方可以告訴我嗎 東方便我方告訴你 來第一條你可以念這給大家聽嗎 哪一條第一條是嗎 為促進有線廣播電視事業之健全發展 保障公眾視聽之權益增進社會福祉特制定本法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我們要謝謝東方便我方想請問你 他為了要這樣的特殊理由去制定更嚴格的法律 為什麼我們就不能用這樣子的概念去制定反媒體統端法呢 東方便我方一定告訴你啦 他就是我們要禁止商業壟斷 東方便你要告訴我的理由是 為什麼你要特別把它拉出來 特殊性在哪裡 媒體到底特別在哪裡 東方便我方剛才的比較一定很清楚告訴你 有些內置廣播法已經有了保障它的職業 東方便我公平交易法有沒有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比較一下嘛 東方便我來 東方便我你可以看一下公平交易法 公平交易法是什麼 為維護秩序及消費者之利益 確保公平競爭促進經濟之安定繁榮特制定本法 東方便我們現在來得到一個概念 請問在一個商業行為的時候 他是不是會有一個 會有可能會有因為產業不同的標準 東方便我我不明白 東方便我方想請問你 一件事情 那東方便我您方所謂的 一定要用公平交易法才能處理這件事情 是一定的嗎 東方便我 不管哪一條法律能不能處理 現狀下就能處理 好 沒關係 所以我們得到一個概念 所以現行狀況之下是可以 因為有特殊的理由 對沒有不對不對不對 是現狀下就能處理 除非您能夠提出更高的理由 告訴我他要把它拉出來 我們再重新回復看看 好 他這個有限天廣法第25條 他為什麼要去做限制 他為了防止他壟斷的弊端 原意他外國的法律 東方便我這是商業行為對不對 東方便我同樣的商業行為 為什麼他的法律規定更嚴格 東方便我 東方便我來 為什麼法律更嚴格嗎 東方便我他只有三分之一 他這邊公平交易法規定的事有二分之一 東方便我來 你搞錯囉 事業無左列各項條款的情形者 不列入前項獨佔置業的認定範圍 一 一事業在特定市場 之佔有率為二分之一 東方便我這不叫壟斷 東方便我方要告訴大家的是 東方便我再來看這邊 他結合之定義為什麼 東方便我請你看一下 持有之股份定義 他出資而達 他有表決權或資本而三分之一 東方便我他是結合 他不能結合 東方便我來 我們再來看第21條 東方便我方只想要請 東方便我 他裡面 東方便我來 公平交易法裡面有告訴我一件例外 好 謝謝 你問完我的問題 請問他的標準是否有不一樣 東方便我 東方便我標準不一樣 因為有原則必有例外 東方便我方知道他的標準不一樣了 沒關係我們繼續往下做討論 東方便我方想要請教你一件事情 請問你覺得媒體是怎麼樣的產業 媒體是個兆元產業 東方便我請問什麼是兆元產業 他的呈現模式是怎麼樣 他的產值會有一兆元這樣這麼多 東方便我幫告明一下媒體沒有辦法規範出 它是什麼產業 它可以有電信有有線電視有系統 還有很多種方式 他就是媒體業者 東方便我幫問你 東方便我幫問你 您幫知道這件事情嗎 東方便我請你告訴我 在哪裡 東方便我方這樣問你好了 請問在您幫的公平交易法裡面 如何去定義媒體這個市場 媒體業啊 就媒體業者啊 如何去規範一個準確的媒體的市場呢 東方便我 什麼叫準確的媒體市場 麵包業是食品業 飯也是食品業 麵也是食品業 這都是食品業啊 東方便我方這樣子講好了 東方便我方這樣子講好了 民方所謂的公平交易法 不論是垂直還是水平 他都必須要建立在一個 同一個產業上面 才可以去做規範 沒有 就是媒體業 沒有沒有沒有 我方要問的是 請問像是電腦 他也要從他的CPU 他的主機 他的面板 他的主機這樣子 叫做垂直的整合 那你知道水平的整合 就是D-RAM廠這樣子的整合 叫做 這是同一個產業的規範 D-RAM廠這樣的整合 叫水平整合 主機板那些東西 弄成電腦叫做垂直整合 好 然後呢 然後呢 東方便我方想請問 東方便我方想請問你 我們知道電信業者 和有限第四台業者 他們所規範的法律 是不一樣的嗎 多不一樣 東方便我他知道 你知道他適用兩條法律嗎 哪兩條 東方便我 是電信法和有限廣播法 您方知道嗎 我知道 東方便我你知道為什麼他要 歸屬於不同的兩條法律嗎 東方便我方告訴你 因為他是屬於不同的產業 東方便我 東方便我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把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把 廣電三法 合稱為廣電三法 原因是在於 他們三個是同樣的一個產業 包括電信法的 沒關係東方便我們繼續往下做討論 請問如果當他們都提供媒體服務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在上面做規範 請一方可以告訴我們 都提供媒體服務的時候 怎麼在上面做規範 東方便有 東方便有 東方的公平交易法要怎麼處理這個 東方便我方三個辯識都想要跟你解釋清楚 商業行為跟言論壟斷的行為 這兩碼子是 你講的東西 用商業行為 如果處理商業行為部分 我們來討論言論範圍 林方要怎麼處理 林方要怎麼判斷 那就是商業 那就是我們用他的產業來判斷啊 他就跨媒體了 好 謝謝東方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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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反方解辯上台做解 各位好 其實我們反方今天的心情是非常沉重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正方他所告訴我們的很多理由 事實上 都是一個公平的概念 東方便有試圖去論證 所有的網路電信都是媒體 認為所有網路電信的媒體 都應該被納入反壟斷法裡面去管轄 這樣的一個簡單的概念 這樣的一個要求 東方便有 到底為什麼要這麼做 東方便有可能是要的是 他害怕的立法幕對言論壟斷 可是東方便有 要了解 我方從一遍二遍到三遍 都盡力的在告訴大家一個概念是 媒體的壟斷是不會發生的 東方便有 我方在告訴你說 每天 電視台的那個老闆眼睛打開 他可能就要燒掉一台賓士 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電視台媒體 敢拿他的這個競爭的一個實力 或是競爭的一個效果去做這種賭注 過去其實我們台灣只能靠一些基礎建設的產業 只能靠一些房地產等等這樣的產業去撐起我們台灣的一個經濟 可是現在我們發現的問題是什麼 我們台灣很多中小企業 它收的納稅率越來越低 納稅的效果越來越差 其實我們會發現台灣能夠未來能夠發展的產業是什麼 往往都是要一些可以賣到國外去的 從不需要內需市場的一個新型的產業 比如說HTC 一個科技的 比如說晶圓廠 我們需要的是未來要發展這樣的一個東西 而數位匯流不正是 今天我們可以去面對 去讓媒體跟產業之間 系統之間垂直整合之後 產生最大經濟效益的一個方面嗎 舉個例子給大家聽 韓國它早在10年之前 韓國的KCC就直接宣布一件事情 它不管公平性的問題 它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要扶植自己的產業 這個時候它造就什麼 我們看到的事件是什麼 整個亞洲甚至到美國 它的媒體市場都是被壟斷 都是它可以去稱霸 它甚至可以去跟美國或歐美的國家去競爭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是什麼 有時候都要不要如果我們為了一些不知道的理由 或是明明已經可以規範的事情 因為很多人上了街頭 因為很多人去衝這件事情是錯的時候 我們會錯失很多的先機 我再舉個例子 其實我們台灣是不是能夠發展這個產業 我們政府也沒有發現 我們政府發現 我們政府在2002年的時候 就積極推動媒體跟系統業者的一個整合的狀況 可是為什麼我沒有成功 就是因為當我們今天 好不容易一開始在國家的角度 用國家的政策去做了一些 政策的一個效果的時候 終於引起了很多民間的企業本身 它願意開始要做一個整合的動作的時候 我們原本富邦過了 它可以整合 可是現在當換到終始的時候 又因為了一些社會上面的議題 社會上的問題的時候又停滯了 要知道成為我方三遍也說 未來媒體的產業是一個造源的產業 為什麼那個新聞的局長他敢說這件事情 正是因為大家其實想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大陸跟香港 我們都有辦一些演藝媒體方面的獎 金馬獎金曲獎 它是錢最少的一個獎 為什麼它是目前公信率最高的一個 就是因為我們媒體有足夠厚實的實力 我們也有足夠厚實的競爭力 我們有資深的媒體我們有好的一個發展 可是我們少的是什麼 我們少的是像韓國和韓國政府那樣一個 願意培持自己的國家的媒體產業 去好好競爭的一個方的一個願景 跟好要競爭願意好要去競爭的一個勇氣 如果對方便有繼續在告訴我們這種 根本不存在的反媒體壟斷的概念 要求不能競爭的話 我方感覺相當遺憾謝謝各位 請正方傑變上台作解 問候在場的各位 反方很沉重我也很沉重 為什麼很沉重 很沉重的原因是因為 反方永遠在今天這場別人比賽裡面 不願意跟我們討論 到底網路跟電信 到底應不應該放入反媒體壟斷 為什麼 因為他方的命題叫做 我國因設置反媒體壟斷法 他們站在反方 因為他沒有媒體電信的概念存在在他裡頭 這時候這就是辯論比賽裡面 最根本的命題上面的合體性問題 如果他方命題錯誤 其實他方不應該來參加這場辯論比賽的 好再來我方沒關係退一步講 到底我們這樣做 到底是有沒有理由的 其實我方為什麼一再告訴大家 有線廣播電視 有線電視廣播法這件事情 他特殊的規範很簡單 因為如同反方告訴大家的 有規定有原則就有例外 媒體就是例外 為什麼 有線電視廣播法 他就是為了捍衛這樣子一個狀況 而且他在立法理由裡面特別講到 為什麼要援引外國力 因為以美國而言 第四台他的最高的比例 所佔的比例佔市場總比例 也不過才17%而已 但是台灣呢 反方其實沒有對現狀裡面 去進行一個了解以及釐清 以各個區塊行政區塊來講 有線電視第四台 所謂第四台的競爭業者 也不過就是兩間 頂多三間 根本構不成他們公平交易法裡面 所規範的內容 請問一下公平交易法 怎麼處理這樣子的特性問題 再來為什麼要有反媒體壟斷法 今天我們一個很大的主軸是在 未來數位匯流裡面產生的莫大的 如同今天反方所講的造原產業 怎麼算 電信電視網路 啪啪啪 所有東西全部計算進來 當然有 我方也肯定有 所以反媒體壟斷法是要告訴大家 為了支援這樣的造原產業 我們更應該要立這樣的法規 告訴你有所依據我們有遊戲規則 大家好好來發展 為什麼要這樣說 東華電信如果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應該說如果我們電信業者 沒有這樣子的東西 或是這樣的法規 來進行規範的時候 他可以隨意的去買電視台 當然你會告訴我這是需要同意的 當然沒有錯 這是需要同意的NCC要同意 沒有錯 但是NCC同意了之後呢 甚至我們今天是不是站在 反方同學的角度裡面來看 幹嘛還要NCC同意啊 壟斷怎麼了嗎 壟斷怎麼了嗎 如果壟斷怎麼了 如果今天反方認為壟斷不可怕 為什麼要有公平教育法 為什麼要有公平教育法 他們基本上已經內部產生了極度的矛盾 他們怎麼解決 他們一直沒有告訴我們他們怎麼解決 好 那再來還有一件事情想要告訴大家 要回應一下 什麼叫每個地方 他們剛剛在結變過程裡面 舉了一個韓國例 但是我必須講 這個地方叫台灣中華民國 為什麼總是在跟韓國進行比較 以產業別來講 它就有很大的差異啦 他們Dram產業是 國家扶植特定廠商 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但是台灣是什麼 希望遍地開花 本來在國家政策過程裡面 本來就是不一致的 好再講 為什麼這樣子 這樣的概念 不應該在這個土地裡面發展 其實我們為什麼一直舉練台生的概念 練台生的這個案子呢 其實NCC只能善意地去規勸你而已 為什麼 因為現行法規裡面規範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告訴你 只要頻道的包含 有線電視經營者 包含經營以及代理頻道 不超過總頻道數的四分之一 用戶數市場佔有率不超過三分之一 我管不到 我管不到 但是未來 如果今天反方同學講的是對的 練台生可以專門發展新聞事業就好了 未來台灣就變一言堂了 以上是我們的結論 謝謝大家 謝謝今天雙方辨識精彩的攻防 我們今天的比賽到此結束 接下來我們要請三位評審為我們做精闢的講解 首先我們邀請民船大學傳播學院院長 您演員您教授上台講評 這個主辦單位還有另外兩位評審 還有這個來自中山大學 跟這個文化大學同學 你們兩邊都變得非常精彩 那我在這邊的講評 盡量跳出能夠把我立場突出來 我不會講出我的立場 我今天純粹就這個 一個我今天在這邊聽的一個心的 我跟大家分享 坦白說 這個題目 對反方是不利的 我國反媒體壟斷法 因納入網路電信 今天要是抽籤的話 我一定希望抽到正方 反方在這上面是不好變的 所以今天反方很有意思 反方就乾脆跳出這個東西 把它拉到另外一個議題辯論上 所以說導致今天 正方跟反方都是反行政院版本的立場 我得到一個很有趣的結論 今天兩方其實都反對行政院的版本 而且是從不同的角度去反 那當然在這裡 在這裡就雙方的 我感覺雙方的接觸是變成是說 正方一開始就像馬上層次拉低 而且嘗試把反方框架在 這個行政院的版本上面 然後把自己定義在立法院的版本 它是把層次拉低的一個戰略 而且是把框架定在 定在這個 定在是以採取一個封閉的戰略 也就是我這邊弄一個框架 我把這個反方給 給拉到我這個戰場上面來 就反方很有意思 反方是根本把這個框架打破了 他跳出來根本不談這個議題 他談這個 他不是去談我國反壟斷法 不因納入網路電信 而是他去談我國到底 應不應該制定反壟斷法 他把這框架整個打破了 他層次也拉高了 拉到一個這個 該不該有壟斷法這個問題了 所以這又雙方又進入到第三個 我說我剛剛講 一個是層次戰爭 第二個是框架戰爭 第三個當然就是 又進入到一個定義戰爭的 這個短兵交接 也就是說到底 壟斷的定義是什麼 到底媒體的定義是什麼 雙方在這上面的交鋒 在這上面我感覺到很 是相當精彩的 這個有趣的是 是這個 正方是只有這個正三 才一直敏銳地感覺到 這個反方的這個軌跡 他就不斷地提醒 另外兩位是沒有反應的 只有反方 這個正方正三不斷地 而這個 反方也很有意思 反方我們 我就注意到這個 也是只有反三 中間有幾度是回到了這個主題上面 他其實是 他本來已經把框架拉出去了 突然在幾個變動 他又回到 尤其是在有關超商的定義 他又回到原來該有的主題上面去了 也就是他突然又回到那個戰場 原先設定的戰場 那在這中間 當然 專方在這上面也各有千秋 所以 我要說你們兩邊都表現得很不錯 因為今天 特別是 特別是這個反方 你居然敢打破這個框架 然後 差一點也讓正方 掉到你的陷阱裡頭 那正方當然 中間就開始 發現到不對了 又不斷地把這個框架要拉回來 所以我中間在看到了幾度的交鋒 我認為兩幫的水準都不錯 那當然個人表現也有差異 那我的評論就到這裡 謝謝 謝謝尼教授精闢的講解 接下來我們請台師大大眾傳播所 胡宥偉 胡教授上台講評 好 主持人還有兩位評審跟 兩個隊伍的朋友們 剛才尼教授的確點出今天這個辯論的 主要的特色了 那麼 關於反方它是不是可以根本推翻 這個我國該不該有反媒體壟斷法這個問題啊 這個其實是可以進步討論的 假使說是在大專輩辯論賽的話 也許正方他可以提抗議 就讓比賽暫停了 那我不曉得在領隊會議的時候 有沒有觸及到這個問題 因為就如果先拋開過去我們了解 奧維剛制基本精神的話 這是一個作戰的策略 陳如寧教授講的 就是當你站在任何一個討論議題的反方的時候 你可以去根本否定 雙方本來已經以為有共識的一個最根本的前提 那當然這是反方立場的一個 常見的一個作戰的策略 它也是一個很高的一個策略 那不瞞各位講 因為我這幾天都在這邊當評審 所以也有其他學校同學 來問過我這個問題 那我就抱持一個比較開放立場 我說假使你們領隊會議 沒有嚴格討論到這個問題的話 那它當然就是一個反方 也許可以考慮的策略 那因為正方今天也沒有中途 就提出任何意義 所以我們這個比賽就繼續下去了 基本上是這樣子 那就像這個正方講 由裁判來行政了 好 撇開這個問題不談的話 我先講一個比較細部的技術問題 就是我還是一再強調 聲論的部分還好 聲論部分還好 但是在質詢跟回答的部分 我還是建議大家要多磨練 我講過很多遍 質詢的時候跟聲論要有區別 質詢的時候你的問題要簡短 那麼你不要長篇大論 你要透過讓對方不停地回答你的問題 最好是用yes或no就好 讓裁判還有在場的觀眾 自然可以感覺到對方 在不斷地回答你的過程的過程中間 凸顯了他自己的矛盾 這個才是我們在質詢的時候要考慮的策略 因為你不可能讓對方同意你的觀點 對不對 這辯論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也不可能利用短短的質詢時間去教訓對方 要注意你的觀點 他為什麼要注意你的觀點 這些都不可能 所以你不用費心去做 你要透過你的問題 很明確的問題的形式讓對方回答 這個我們以後參加其他比賽的時候 在這一點的演練上面要加強 最後我講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如果你像陳如剛尼教授講 你今天抽到反方 你覺得好像運氣比較不好的情況之下 除了你根本推翻反媒體壟斷法存在正當性外 有沒有其他的思維 其實我以下講這個話也是被逼出來的 因為我 同意了主辦單位邀請 我要來3 4 5 6 這幾天都要來 從第一天到最後天 反正我都在這裡啦 每天上午一場下午一場 所以這已經是我第五次來講這個題目講評了 我坐在台下不停地聽這個問題 也不停地逼我自己思考 假設我在正方我要怎麼辦 我在反方 我剛剛突然有個靈感 假設我今天是反方的話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可能作戰策略是 正方他為什麼認為應該納入網路電信 其實以台灣現況來講 主要他在討論的一些實務問題 就是我講過很多遍 比如說聯合報系可不可以跟台灣大電訊合併 其實這個我要先講一下 這個法主要談的不是廣電業者本身而已 如果你去看條文 他談的 因為如果你光談廣播電視本身業者的時候 廣電三法關於垂直水平整合已經都有規範了 這個法還有在立的原因 這兩邊都沒有講清楚 主要是要考慮到傳統上在傳播領域裡面 所謂的異業結合的問題 就是說我原來是搞報紙的 原來中時聯合都是搞報紙 那我現在要跨足到廣電媒體的時候 可不可以 比如說我是一個大的抱團 我現在去收購 併購 合併經營一個 一個平均的 每季或每個月的收視率都在排名前面的一個大的電視台 可不可以 不管它是無線電視台或有線電視系統 或頻道工作上 主要這個法在談的是這種問題 如果廣電三法已經都有處理到 各種問題的話 當然不用另外另一個法 NCC這些官員你不要把他想得那麼笨 主要是談這個問題 那如果我是正方我要強調的 當然就是說我害怕 因為這種異業結合會使得他的言論 特別是觸角更擴展 對不對 那現在反方的話有一個策略 我聽了五場都沒有聽出來 就是如果你把 這個反方的立場想一想 反方的立場想一想 他說他不應該納入網路電信 不應該納入網路電信 為什麼他認為不應該納入呢 如果反方提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納入網路電信 如果你納入了網路電信的話 對於那個法的立法宗旨 會不會反而有危害 我現在純粹講邏輯上面的思維 你懂我意思嗎 反方沒有任何一對 目前談到一個問題 如果你把網路電信納進去的話 對於正方的那個基本最高原則 是有害還是有利 是有害還是有利 這個問題 雙方都沒有討論到 雙方都沒有討論到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說 正方今天比較可惜的是 他沒有特別強調網路電信 它的普及率 它的影響的威力有多大 然後這個影響力 對於其他的傳播 也跟他結合之後 所謂的言論市場的空間 會不會被壓縮 沒有詳細的討論 沒有詳細討論 這是正方我認為 如果你們還有機會 在這個活動繼續往下走的話 你要考慮的一個問題 因為這一點很關鍵 對正方來講 你必須要論證 你必須要論證 為什麼網路業者 或者是電信業者 不可以跟比如說報業 或者是原來主要經營電視業的人結合 那必然是因為害怕 網路業者或者是電信業者 它的影響力也超大 為什麼它影響力超大 你必須從它的科技特性 它目前在台灣市場上普及率 這些入手 你這個論證才有比較紮實的基礎 對不對 這一點是我們比較 那反方比較可惜的是 你把壟斷切割成所謂的市場的商業競爭壟斷 跟言論市場的壟斷 可是這兩個概念 你們並沒有從一遍到三遍 一直死守住來打 這個論證其實是可以打的 這個論證其實是可以打的 你知道它打的基礎在哪裡 這個法立的時候 它背後有一個假設 你知道這假設是害怕什麼 害怕說有人 早上起來就看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 中國時報看完其實看望報 望報看完以後繼續看工商時報 看完以後呢繼續看時報週刊 然後呢都看完了 中午看中天 中天看完以後呢看中視 中视看完以后 再回来也许再继续看中国时报 他其实怕的是这个 所以他才去把 一夜结合的市占率全部加总 作为准不准你合并的一个基础 可是我问各位 我们生活是不是这样 我们生活是不是这样 也许我早上看中国时报 我不喜欢联合报 我看中国时报 然后我因为很喜欢中国时报 所以我必然的 我连带也喜欢旺报 工商时报 时报周刊 中视跟中天吗 有没有人 很喜欢中国时报 可是你论到电视新闻 他比较喜欢TVBSN 有可能吧 可是这个法认为 一夜一结合 从消费行为来讲 也同样都被包进去了 这个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学校人 从乐听人的实际行为切入 来看这个法在担心的事情 是不是有发生的可能 这也是这个活动举行到现在 刚刚尼教授讲说 要跳开本人立场 我这也不算本人立场 我只把我对这个法的一些 根本的一些想法 统统都讲出来 跟各位分享 谢谢 谢谢胡教授 针对作战策略 还有辩论的细节 做精彩的分析 接下来我们请 民传大学广电系系主任 陈光毅陈教授 上台讲评 两位评审 还有双方的辩士 还有各位同志大家好 在两位传播界的大佬后面 做讲评 那实在是很累 该讲都被讲完了 这个我一直把我一些的观察 稍微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子 那今天当然是非常的精彩 我的感觉 我就在下面打 虽然说是当评审 也是一种享受 那么今天你们在 这个可贵的地方 就是我恭喜你们的说 你们的底里确切真的是很用功 不管说就这个产业的公平法里头 还谈到所谓的水平整合 跟水质整合 这个利大一臂 这个等等的 这个都是非常的成功 而且正方他引用了 去参考这个European的EU的 这个有关电信的 这个划条这方面 主代表说你们的底里确切 是非常的用功 那么我所有一些的观察 就是这个的确 刚才那个林院长所提的 就是说正方一开始 划定这个范围 这本来就是Oregon 这个本是允许他这样做的 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的 反方那林院长还提了说 这个反方是 这个立场是比较难发挥的 干脆了就是从逻辑鞋 logical就是逻辑鞋上面里头 当你的假设错误 你推演出来的后面那些东西 都是错的 这个也是非常聪明的 这种东西代表说 你们工坊都是很厉害 然后呢 反方呢 他是说 他要把这个 这种的假设 因为是assume说 如果说我国反对 这个媒体垄断法 他是要把打破这个东西 然后呢 我是非常 反方有一个深论的 讲得非常的好 坑然有深 这种东西 今天其实没有这个 这个媒体垄断这个必要性 对不对 我记得 我稍微写一下 今天的电视呢 你要看哪一台就要哪一台 传统的有些电视 一百多台 你要看哪一台 你不喜欢就跳过去 因为是 你消费者是可以自己控制的 这个是肯然有声 这个 你不喜欢杉立的 你就把它跳到冬天 冬天不喜欢 你就跳到民室 whatever 只要你 消费者本身 已经可以透过 他手上的那支遥控器 来选择他所吸的东西 这很漂亮 这东西 然后呢 这个我刚开始 就是这个双方面的工坊 这个地方 从这个 这个反应就开始 这个就很厉害 就 我感觉就是 就是站到上风了 然后慢慢的就是说 到了衬衫的时候 就是的的确确 这个 这个 你再提醒说 根据Oregon的这个规则 是应该是要有范围的 这就能见证了 这本来 弗洛尔他的路 刚才那个 弗洛尔老师讲得清楚了 如果领对非议流题的话 那whatever 但是呢 他一样的坑然有声 就把它拉回来 说是 这个 今天的讨论的议题是 under这个反美 在垄断法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把网络电信 拉进来 这个也是一样 坑然有声 这个是 这个 这个 扳回来一层 这个东西 这个是非常非常 值得精彩的 同时呢 他把这个垄断呢 他也在把它 elaborate一下 就是再深入一下子了 刚才的反应里头 讲得非常漂亮的 就是说 今天哪有什么 这个垄断 你什么都可以控制 但是呢 这个郑珊呢 他是说 声论的时候 他强调说 怕言论的单一性 言论的 不管你说你说是在传统的有线电视那边看 你在网络上面看 可是内容还是一样 那不就是内容一致性吗 这的的确确 这个都是 都是有利的换局 这个是很值得参喜的 那稍微 后面就是 很可惜的 我稍微 这个 这个提一下子 因为所谓的网络电信呢 大家呢 是好像是 有一点避开这个问题 当然这个是范围太大了 这是的的确确 这个东西 所以呢 郑珊呢 他就把define的很清楚 说是呢 多媒体的平台来传送 线性的视线讯号 那个是 offcome的定义 在EU里头的这个定义 那么呢 反方呢 是从这里头来的定义 那我是觉得说 这最的的确确 我的观察是 跟全面两位老师 所看的是一样 反方一开始很漂亮 突破这个狂狂 可是到后面来呢 咦 好像又掉进去了 反而正方方面呢 有所突破 只是 只是这个 虽然是有突破 但是还是 没有把真正的媒体 垄断的 它的一些的 背后的一些的 一些的机制 跟想法 好像很可惜了 这个东西 因为这种的媒体垄断的话 当然是有很多 我们捅那么多的 这个媒体的时候呢 那媒体的力量在什么地方 除了言论的单一性以外 对不对 它有议题设定的 这种的能力 它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可是这网路电信呢 你把它纳进来的时候 反方是一些有利的 应该要提的 网路电信就是强调 所谓的innovation 对不对 你今天把我纳进去 这个东西 你就绑住我了 那不就是 就是单一性了吗 那当你所有的单一性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 这个 创新的 这种的 这个就被被被抹灭了 我是双方 其实应该都有更多的 这个论述去讨论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 恭喜两队 都是有非常坚实的表现 谢谢大家 我们谢谢陈教授 相当到位的评论跟分析 我相信各位在场 各位便是 听完三位我们 传播学界的学术态度 三位评审老师 这么精辟的讲解之后 你们应该心里都有数 今天你们真的是 棋逢对手 碰到可敬的对手 我刚刚看到评论单 哇 这是这三天来 最接近的一次 所以请大家耳朵竖起来 谜底要揭晓 第一张评分单 说明一下 跟刚刚持续都没关系 正方136分 反方146分 反方胜 第二张评分单 正方129分 反方116分 正方胜 第三张评分单 哇 这个真是更精彩了 正方148分 反方156分 反方胜 恭喜 这场比赛 由文化大学 2比1 反方胜 请双方便是上台 握手机 反方便是上台 几原 等等 颜 词 感谢观看